Nうん Joye 你刚刚先住一步过来 我们在一步习惯不习惯 都很好 现在可以经常到街上去看铺 了解一下行情 加上你更加要我留意西环区 刚巧我之前也装过西环的楼盘 所以覺得有親切感 對呀 西環的變化都很大 正如潘忠在日日有樓體裡說到 西環自從通車之後 整個西環區的店舖位的買賣都活躍了很多 城街亦多了 因為整個西環的地理分了三部分 分別是石塘咀 堅尼地城 和宿泉盆 其實這三個部份都很接近中環 所以中環很多白領人士都會租回這邊的地方居住 從而帶動了整個西環區 西環有很強的消費力 所以吸引到不少品牌在西環進駐和起家 好像今天借出場地給我們拍攝的Boo Play Cafe 它來頭都很厲害 它是一個Boo Play時裝品牌的餐廳 它仍然是這個品牌的旗艦店 樓上是餐廳 地上是賣時裝 老闆在1985年成立了香港品牌 在2012年引進餐廳的概念 方便客人邊買3G 還可以三五之幾上來聊天吃東西 這是一個很好的客戶體驗 是的 在十年前已經有一個創新的概念 Boo Place 和我們西環一樣 都是如時並進的 它們和西環的發展都很相似 西環看似是一個舊區 但裡面亦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形成了一個新舊交融的地區 你可以在這個地區裏面 找到一些富有特色的古建築和老店 亦都可以在堅尼地城 碑羅寨灣海溫長廊這裏一帶 找到一些咖啡廳和酒吧 打卡和休息一下 現在一到假日的時候 也吸引了不少一家大小和年輕人 在這裏玩和吃飯 更加大旺了堅尼地城一帶的餐廳氣氛 自從堅尼地城海旁開通了長廊之後 周邊的餐廳亦都旺了很多 當中可以租到餐廳的庫位更加搶手 是的 碑羅寨街還有一租新的租務成交 我位於碑羅寨街68號地下2號鋪 面積約2196呎 月租12萬 這個鋪前身都是一間西餐廳 我曾經進去幫襯打卡 因為新樓盤的關係 樓底特別高 內裏裝修也很漂亮 是的 碑羅寨街的成交都非常旺 最近我力推一個雕租單位 這是碑羅寨街136號至122號 地下AO鋪 面積1500呎 之前是一間著名的咖啡室租用 現在這個位置單邊的原因 有70呎的泡面 它再加上有三上100A的電 以及華眾的內置洗手間 所以很適合一些餐廳去進駐 以及租用這個物業 租金方面 也只會叫135,000元 租金也很相宜 飛路寨街 飛路寨街是西環主要的核心街道 連接著皇后大道西和域多利道 貫通堅尼地城 早兩天我還看到一個買賣放款 就是位於飛路寨街的15至15號C建益大樓地下F號鋪 建築面積大約300呎 而西環的買賣成交最近也換了很多 而根據中原工商鋪最新資料顯示 6月份的成交是有8宗地鋪買賣的 交5月份的2宗多出3倍 而近期較為竹木的買賣成交個案 是西環的北街 29號至31號地下A鋪 面積是1300平方呎 連租約也即買出 成交價錢是5000萬 原業主於1970年以178,000元 擺入這個鋪位 52年間賬面升值了280倍 據了解買家是資深投資者 而現在的租金計算回報是有2.6厘 西環的店舖投資潛力真的很大 我要努力做多些功課 找多些信款 如果大家想找信款可以找我Joey 如果大家想查詢各區的最新成交和資訊 也可以找我Stanley幫忙 拜拜 週末 賬人 財敬人 方